大家好,我是桂桂 相信大家都有使用国道的经验 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去年国道就发生超过三万件的事故 其中A1类72件 A2类2076件 造成重大伤亡与民众财产的损失 在此呼吁大家,无论是驾驶或乘客 上车第一个动作就是细伤安全带 然而究竟安全带能为您带来多少的保护呢 在许多撞击测试中 都明确地指出发生撞击事故时 若未使用安全带或未正确使用安全带 都比细伤安全带的伤害更高 而后座卫兮安全带更可能造成前座驾驶的二度伤害 在国道上如果卫兮安全带 政府会处以新台币三千到六千元的罚还 另外在国道上因为车速较快 开车时更是需要聚精会神 但是长时间的驾驶可能会产生疲劳感 往往导致致死率较高的事故 因此当我们连续驾车四小时 至少要休息三十分钟 若踩分次休息 每次也不得少于十五分钟 而且夜间行车造势的严重程度 也高于日间约二到三倍 因此如用路人开车出门 请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 各大服务区都欢迎用路人来使用休息室休息 避免疲劳驾驶或精神不济而降低专注力 请记得上国道时系好安全带并切勿疲劳驾驶 这样就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高速公路局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贵贵 提醒大家上国道不系安全带是很可怕的 上国道前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 上车后请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有保障 另外在国道上因为车速较快 而且需要抢时间驾驶 保持疲劳驾驶的事故容易发生 跟大家说开车累的时候 可多加利用服务区休息 不要硬撑哦 让自己与别人开国道都更安全哦 高速公路局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贵贵 提醒大家上国道不下安全带是很恐怖的 上国道前不管是高速和才是乘客 上车后车下安全带让安全有保障 另外在国道上因为车速较快 在车速较短时间的架速 就像疲劳架速的事故容易发生 跟大家说开车累的时候 可以够利用效忌沾效忌 不充的减哦 让自己和别人开车都健康安全哦 高速公路局关心您 台阁后如果那车车提醒台阁 从国道没有给安全带的车口扒车 从国道前不管加车和车压 从车后抢车从安全带用安全油保障 人会在国道上因为差速较矩 而且是要从事件加车 导致疲劳加车的事故容易发生 如果台阁说会差点的时候 可多加利用服务区休息 不会软软哦 用这个老片人开车都健康安全哦 高速公路局关心你 大家好 我是贵贵 今天要来跟大家说明 国道开放路间行驶 注意要下 国道部分路段在尖峰时段 开放路间供用路人行驶 危机于行车安全 并综合考量路间行车特性 开放路间速线以60公里为原则 另外在可变换车道的开放路间 也有要注意的事项哦 当我们准备变换至路间 或由路间变换到减速车道 或主线车道时 都需要先显示方向灯 警示前后的车辆 以便保持彼此的行车安全距离 另外为了减少路间 与主线车道交汇 维持行车秩序 在出口前500公尺处 会以路间现行小车 及静止变换车道标志 作为分界 通过后就不得变换回主线车道 仅能继续行驶于路间哦 再往前开看到路间通行终点标志处 切入减速车道或出口达道 这时也要记得打方向灯保持车距 这样我们就能安全地变换车道了 请记得行驶开放路间速线60公里 变换车道都要打方向灯 并且在出口前500公尺处之后 就不能变换车道 以上就是开放路间行驶 注意要上 然后记得三个重点 就能有效减少事故发生率 维护国道上的行车正式与安全哦 高速公路局关心名 大家好我是贵贵 跟大家提醒开放路间行驶的注意事项 开放路间速线以60公里为原则 在开放路间终点前500公尺处 以路间线行小车禁止变换车道的标志 作为分界 通过后就不得变换回主线车道 当我们准备变换车道进出路间时 都需先显示方向灯以警示前后车辆 行驶路间有秩序 减少事故好安全 高速公路局关心名 大家好我是贵贵 跟大家提醒开放路间行驶的注意事项 而且开放路间速线以60公里为原则 在开放路间重点头前500公车的地方 以路间线行修车禁止变换车道的标志 作为分界 在后就不能够变换回主线车道哦 当我们准备变换车道进出路间时 都需要先打红线上以警示前后车辆 减少路间有秩序 减少事故好安全 高速公路局关心你 太阳后那些车辆 让太阳提醒开放路间行驶 给注意事项 开放路间速线以60公里为原则 在开放路间重点前500公车出 以路间建行驶 资料金字变换车道的标志 做不到分界 通过开放不得变换费 自先插测 通过你准备变换车道进出路间时 都需要先限制逢凿人意近视前后查了 航式入年有吃西 感受似乎好安全 不是公路Q关心米